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整个礼拜五都融罩在这个所谓的脱欧的英国的公投里面 台北股市跟着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我们来看 这个震荡找盘他是先杀 然后9点多的时候拉了110点左右 又压回300点又收上来 下影线又是100点 来回都是大幅的震荡 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英国的脱欧的公投 怎么看 我现在要讲是怎么看 我的看法 但是在讲我的看法之前 我先说 这个礼拜如果说有人每天在买股票买股票买股票 每天带你买股票不是要带你去赚稳的钱 是根本在带你去赌博 我只能这样讲 如果你今天 其实我上个礼拜已经谈到了 6月23号之前 你的低阶的标准 为什么是一个低阶 然后为什么是6月23号 为什么到昨天以前 你都是用低阶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这个礼拜 你根本也不在意 很多人每天就叫你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 那是不是带你在赌博 那如果要带你赌博 你就不用人家带了 你知道吗 要赌博你就自己赌就好了 就不用什么老师来带你做操作了 这个英国脱欧的问题怎么看 我认为跟我前几个礼拜的讲法都一样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 英国其实占了为乎即为的一个 所谓的GDP的比重并不高 就是因为英国现在的地位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想要脱离欧盟的想法 如果英国很强大 他怎么需要脱离欧盟呢 那当然我们要比较精确的一个讲法 看美国就好了 不要去听很多专家 我再劝各位一次 假日到下个礼拜 未来一段时间 你都不要再去听什么专家跟你讲什么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你就看美国股市就好了 那你如果要看美国股市 你顺便看一下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在这两个礼拜是脱欧 留欧 英国要脱欧 英国要留在欧盟 下去又上来 那为什么它是蓝色的线 因为德国这个位置 下去上来它是比美国要弱 其实真正全世界真正多头的指标还是在美国 同样是下去上来 礼拜四晚上还大涨 道琼200多点 礼拜四晚上道琼还大涨200多点 那就算下个礼拜它压回来 这个压回来它仍然在我过去这一个多月来跟大家讲的框框里面 因为这一个多月来这个框框 它是先打到标标准准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上去 上去再压回来 先打到我讲的位置 拉上去穿过去再压回来 昨天晚上还大涨 所以结论 你说英国脱离欧盟怎么看 你只要看美国能不能扭转危机就好了 这四个字我已经写了很久了 其实美国都在做这件事情 它一直在做的 为什么它停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一个多月前 你就知道它会停在这里1%的风险 然后上来穿过去又回来 这整个所有的这个地方的动作 全部都在做四个字扭转危机 因为德国股市的位置 我早就已经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了 那它会不会有扭转危机的能力 我认为美国它其实有这个能力 因为它看得懂 它在这个金融市场里面 美国也具备有这个能力跟工具 所以只要美国维持在我画的这个框框里面 持续持续的来来回回都没有关系 那表示说 未来整个全球金融市场扭转危机的一个方向 就非常的清楚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简单的看法就这样就好了 你剩下的是你真的有太多的时间 你再去研究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那些报告留给一些 我认为没有办法去实物操作的人去研究吧 就一个实物操作者来讲 你过去一个礼拜应该怎么做 过去两个礼拜应该怎么做 未来下个礼拜该怎么做 这个才是一个实物的操作者 我们应该带给各位的 那所以包括台北股市 我在昨天跟前天我也跟大家提醒过 我说8754其实它不要过比较好 它还是红色的字 整理在宫 拉回在宫会比较好 我昨天前天连续两天都跟大家谈到 拉回在宫会比较好 因为既然过了8754 你没有办法一鼓作气 那你就先不要过 先不要过 先整理在宫会比较好 这是我过去两天跟大家提醒的 然后在一个礼拜前 我为什么会去说6月23号之前 你的动作就是要采取低阶的策略 什么叫低阶的策略 我们等一下再用个股来做说明 如果跌破8470 少了攻击还有防守 可是各位知道今天收盘多少吗 今天台北股市收盘 刚好就是8476 有没有很熟悉 这个数字各位 你如果每天看节目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收盘8476 感觉很面熟 因为前几天打下来就刚好到8470的上面 8476今天又是8476 然后今天的0050是不是收在63以上 然后包括电子现货是不是仍然在337.4以上 这个我不再重复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积极态度的投资人 你早就应该要知道说8470是为什么 电子337.4 0050的63是为什么 而不是只有听我讲 那个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 所以我也不再重复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的防守 对台北股市仍然是非常的坚强的 那个底下的防守支撑 仍然是非常的坚强 剩下的是个别股的差异非常的大 这个我们必须要坦白说 你问我说今天盘中就有很多人 以前老朋友 很多老的会员 我其他手上的股票 我自己去买的股票 我买了这个买了那个 我听人家讲买了什么 盘中很多电话 然后要不要留 我说必须要看你个别股的条件 你个别股的条件 要留要进 要加码 要卖出 要换股 这每一个股票的条件 确实是不一样 确实是不一样 所以 又回到原始的问题 你在做任何动作之前 小的地方 都不能忽略 像这个叫小的地方 我话给我们会员朋友 这什么意思 这档股票有人说 那个投信再买 投信再买我可以不可以买 我说你都没有听我说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样下来它是不会直接上去的 只是今天开盘前 这小的地方不是只有投信再买而已 是这样子这个地方它是不会直接上去的 所以它打下来是很正常的 这种小地方 这种小地方 您自己就应该要知道 你本来就应该要知道 同样的例子我一直在说 其实我每天都不厌其烦的 同样的各种的情况都在同样的方法原理原则之下 再跟大家做提醒 我昨天是同样的方式跟他讲到忠誉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样子是不会直接上去的 所以它今天也是打下来对不对 它打下来是昨天以前你应该去买的吗 举一反三对各位非常的重要 很多股票现在的位置您自己会看 很多老朋友都知道说什么叫中线的条件 可是你知道这个中线的条件之后 你要先找到支撑 如果你没有找到支撑 你沿路去买 你又没有去注意它扭转的过程 就跟美国股市代扭转危机的过程是一样的 那这个过程它需要时间 但不是往下一直买 绝对不是往下一直买 你从三十几块买到十几块买到二十几块 其实这个中间都是浪费的 那有没有人这样买 就是有人这样买 所以从小地方到整个大的格局 您是不是都可以知道 您是不是现在就应该马上要会的 我也不再啰嗦 因为我每天已经够唠叨了 我要讲的是真的 如果你每天去研究涨涨叠叠 到最后还是不会赚大钱 所以我现在要带给各位的是 真正能够赚大钱的 叫做操作的模型 我每天都讲 我以前是每天都讲这个 其实这个还不会赚大钱 但是这个会让你赚大钱 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 有很多人心里面还是一大堆的问号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就用实际的例子 一步一步的做给大家看好了 这样最实在嘛 就做给大家看 那我昨天谈到的说 要做账标的在哪里 然后能不能延续到七八月的计划交易 不是只有做下个礼拜 是下个礼拜你所做的动作 或者是你礼拜五尾盘所做的动作 你能不能延续到七八月份以后 整个的波段的交易的计划 这个才是我要交给各位的 那我昨天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你说要做什么 你做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趋势我昨天有谈到 物联网未来的赢家在于哪一个公司 他可以改变整个未来的商业模式 未来谁能够改变商业模式 能够改变商业模式的公司 他就是未来在物联网里面的赢家 那我昨天有提到网路影音的改变 这是我们自己在实践的过程 我们现在的节目 你在网路上看到也好 在电视上看到也好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发问 你顶多打个电话给我们助理说 我有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问问一下老师 问完之后再透过别人转转转转转转的 给你做答复的时候 其实很多最原始的原理原则方法 可能你都模糊掉了 所以我现在在未来三个月 我现在希望网路公司做的 未来三个月里面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新的一个所谓的解盘的模式 我是希望各位您不管看电视看网路 你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你以后都能够直接问答 你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 我直接答 你直接都可以看得到 不要再透过别人 这样子的一个影音的一个解盘的模式 才是能够直接的 让投资人清楚了解 所以这个模式 就是我现在已经都把整个的雏形都做好了 就剩下后面的这些工程 工程上面完成之后 我就会交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预约做预定 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谈下个礼拜 怎么看做什么怎么做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下个礼拜一 刚好有台北股市重要的全资股除息 因为下个礼拜一 有台积电6块钱 富邦金2块 国泰金2块 礼拜二汉维科16块 光这两天 指数本来就会减少了 因为除息的关系 指数本来就会减少 所以因为除息的关系 你要看结构不是看指数了 这我昨天之前已经谈过了 你现在要看结构 不是看指数 虽然今天指数刚刚好收在8476 但是要看结构 结构里面你先看电子股里面的领先股 你不管是这个领先股跟大盘相比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盘今天到这个位置 可是他来这个地方 大盘这个是盘中印的 尾盘有下影线 昨天之前我们就谈到的 要去看领先股的态度 他比电子股要更领先 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领先股的态度 有没有比你的股票强 我跟大家报告提醒预告的股票 有没有比你的股票强 5月26号 5月26号在这里 有没有比 有没有比你的股票强 到今天都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差别 这是中间的差别 那你说你是不是要去买台光电 你要先找到 比台光电位置更低 然后还没有开始 刚要起涨的股票 会更好 但是同样的条件 必须要有产品的特性 有产品的特性 未来才会有成长的轨道 有成长的轨道 才会有股价上涨的理由 然后包括为什么 要采取低阶的策略 台光电 低阶在什么地方 这个都有事先的预告 其实我一连串 对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台光电 我都事先跟他邀请过 提醒过 有没有买到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接下来下一档股票 你应该注意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实物的一个操作上 不是去看过去 是看接下来 未来 那未来 同样的原理原则方法 不变 就是你仍然要去找到成长的轨道 这个成长的轨道里面 一样你看到的成长的轨道 必须要先找出来 那成长轨道的原因 你要先看到原因 这个原因都要清楚 然后股价改变的原因 破底翻 不是盘就是涨 一直到5月27号这一天 5月27号这一天 它的条件改变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当你看到5月27号在这里 5月27号在这里 这里 这里 5月27号 当你看到一档破底翻 股价的条件改变的时候 它的位置从5月27号 47块涨到68块 涨到20块钱 这个地方涨到20块钱 可是来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请大家说你不要去追 所以你也应该知道 5月27号47块是怎么涨到68块的 47块您是用什么方法去看到的 然后到了68块 为什么我直接跟大家讲 不能追 因为它有一个位置 你看了就会笑 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就是一种操作模型 这种操作的模型 就跟我昨天谈的一样 它敢假跌破 这里敢假跌破 它就敢涨一倍 这里不敢跌破 一破就马上拉上来 就是心虚 不敢破 反而心虚真的跌200块 这个中间有什么差别 主力的行为 主力的行为 你能够知道 你未来才有可能赚到真正的大钱 因为未来这个市场里面 都是主力在跟你对弈 你的对手是谁 不需要非常的清楚 不然是没有可能赚到钱的 操作模型 就像我昨天讲的 这20几倍难道你不需要去研究吗 从20几块涨到快600块 这25倍的操作模型 你难道不想去研究吗 然后如果你清楚了 你就有办法复制 复制了以后不敢说25倍了 但是2倍3倍5倍10倍 石骨力量10倍波段 是会帮大家做到的 这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 但是我每天跟大家讲 你愿不愿意听呢 我每天说 你不要再去研究 什么会涨会叠 会怎么样 操作的模型 才是你赚大钱最后最后的一条道路 一开始 简单的你要会 操作的模型慢慢的 我会放在这个 绘文专属的分析附录里面 最快在三个月之后 我又会放到你的电脑里面 让你知道更清楚的每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解盘方式 可是你光现在这三个月 从7月8月9月 你光是每天看 你每天看20分钟就够了 其实你看熟练了以后 十几分钟也就够了 一天二十几张不一样的图 你一天花20分钟 一堂课50分钟 等于一年有100堂课 一年一百堂课 潜移默化 比你去上什么技术分析班都要有用 因为你是每天循序渐进的 每天花一二十分钟 一年等于有50分钟的课 有100堂 潜移默化的交给你 这个比什么都更有效 您愿意听 您就打个电话进来 在假日当中 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做联系 未来我要交给各位的东西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你一定会会心的一笑 原来这个简单的东西本来在股票市场 到最后你就一定要会的 操作的模型 以前你不会 现在来刚刚好 就是刚刚 刚刚好你会了以后 就有机会赚大钱 下个礼拜我们要做什么 我用一档股票做例子 我用台光店做例子 是因为不想让你看到这档股票 我都讲了 我一定有 对会员一定有私心 对会员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服务期待 所以我用台光店跟你做例子 是因为我不希望你看到这档股票 昨天讲的计划没有变 明天就是礼拜五十二点以后 它拉尾盘 下个礼拜 作战行情 延续到七八月份的计划交易 赢在趋势上 就是四个字 网路安全 这个议题就是趋势 这个议题在趋势的条件之下 您今天如果你要自己操作股票 我为什么用台光店做例子 我是说 如果这个假日当中 你没有打电话进来 你也不想参加会员 你根本不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您可以自己做 我真的认为你可以自己做功课 那您在假日当中自己做功课 您可以去找一种股票 就是在今天大盘盘中302点 第一波的低点 跟这个地方也差了将近200点 这200点当中 它能够回到早盘的低点的个股 收盘的位置 能够回到早盘的低点的位置的个股 你可以把它找出来 你把这样类型的股票找出来 这个就是你的功课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功课交给我 那你把你的功课交给我 下个礼拜一 我就会给各位同样的 跟台光店一样 尾盘收在这个早盘的低点 这个地方这个200点 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股票 同样的复制在整个趋势上的一个启动点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的老朋友或新朋友 都能够从容不迫的去布局 为了在下个礼拜让你能够安心的去布局 只有在礼拜一中午之前 周末限定礼拜一中午之前 麻烦你打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员 直接做个联系 假日当中任何时间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明天礼拜一再会 拜拜